拿到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都是丑化中国迎合西方审美的吗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之前发了一个视频 说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在国际上拿的大奖越来越少了 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现在好作品越来越少 只见中国坦青不见中国作品 这是我的结论 当然肯定会有不同意的 他们纷纷出来反驳 就说其实不是我们没有好作品 是他们对我们带有偏见 只要是不丑化中国的 正常拍中国的作品就不可能获奖 他们现在只是让你把这些丑化中国的作品拿过去才跟你讲 否则的话这就不给讲 这就叫引导你们的审美 让大家都觉得中国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看这有一位是这么说的 因为只要是中国电影 只要是商业元素的 即使拍的再好 肯定拿不到任何奖 如果是艺术片 只要正常拍的 没有任何丑化的 拍的再好 最多提个名 如果有丑化的 绝对拿奖 你看这就是这位的这个观点 那我就给他回复了 我说我给你随便举几个例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 霸王别姬 春光乍蟹 花样年华 一代宗师 白日焰火 地久天长 来等等等等 这些部 哪部是丑化中国了 哪部不是世界公认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好 都觉得演的好 都觉得在各个方面 是当年最好的电影 尤其是像霸王别姬 阳光灿烂的日子 活着 然后王家卫的 花样年华 一代宗师 这哪里有 哪里有在丑化中国 霸王别姬里的 京剧之美 花样年华里的 旗袍之美 一代宗师里的 这个武林之美 都是在展现中国的风采 像什么霸王别姬 活着 这里面展现的那些事实 有一样不是真的吗 有什么问题吗 都不是实实在在经过的事情 而且他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删减了 而且都是在国内上映了的 那有什么问题呢 对吧 那你更不用说像那些类型片 像白日焰火 这是犯罪类型的片子 这个国外也很多 国内也很多 那人家就是在这一部片子里 人们拍出了自己的东西 又有什么问题呢 难道非得是那种宏大叙事的 中国强大了 祖国厉害了我的国 这样的才叫是没有丑话 那你不如把焦点访谈节目 直接拿出去 拿过去评讲 你看能不能得奖 然后还有人说了 那你说像我不是要神 像去年的人生大事 这么好的片子 外国人为什么不给讲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这个片子 虽然在国内卖的很火 也得到了很多肯定 但是你这个题材 早是人家已经拍烂的 在人家那里 你这早就玩过的东西 咱们就拿我不是要神来说 他这作品的这个灵感 是来自于之前获过奖的 获了很多奖的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那都是多少年之前了 对吧 马修麦康纳拿 凭那个片子 拿了这个奥斯卡最佳男主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也是在奥斯卡拿了很多奖 在欧洲也拿了很多奖 咱们再来说这个朱一龙 刚刚拿了这个影帝的朱一龙 这个人生大事 讲的就是殡葬行业的 但是同样题材的入脸 是在很多很多年前 就已经拿过奥斯卡最佳卫生片了 你同样是这个题材 对人家来说有心意吗 那为什么白日焰火能拿奖 就是因为中国的 这个类型的片子 国外没有人见过 拿过来以后 拍的确实不错 很新颖 那你看看韩国这两年 拿奖的片子 像寄生虫 像这个分手的决心 这种题材 你在欧美的这个影坛 你很难看到的 就包括之前的雪国列车 风女号的 这题材 老外都觉得 哇这个本子 这个这个真的很好 我买过来直接改成好几季的电视剧 他真是觉得这个好啊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好的本子吗 我们什么不是这个 跟人家借鉴来借鉴去的 我们这些神剧的剧本 拿出去人家要吗 是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更多一些 还有人说 按你这样迎合欧美人口味 能去国外电影节的电影 才是好的好电影 那我觉得这种电影 没有也罢了 底下还有人复合 没错 谁愿意迎合欧美的审美趣味 谁去迎合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审美的电影 十四亿人民大助 自己审美的电影 你看随便一句话 又把我给代表了 你可代表不了我 你这审美可真代表不了我 你说什么叫我们自己审美的电影 难道审美这个东西 还分你的我呢 那国外人家觉得 你这个电影拍的好 那就是他的审美啊 难道你自己不觉得拍的好吗 那只有我们觉得好的东西 人家都觉得不好 那就确实是好的嘛 那如果你们这么不在乎国外的各种各样的认可 那拿个这个国际奖项 为什么国内还要大肆报道 拿一个诺贝尔奖号家伙 国内是不是那宣传成什么样子 莫言当年啊 拿个诺贝尔奖啊 宣传成什么样子 当然后面又说 那是那个政治操动啊 又把莫言又骂了个勾血力 其实当代作家里头能比莫言强的还有谁啊 你还能找出来谁啊 确实好啊 莫言的很多书写的确实好啊 我当年看莫言的那个谈香行的时候 看得我心惊胆战啊 我觉得文字功力之强啊 很少有这个当代作家能超过他 确实文字写出来的非常有画面感 就是很好 结果是说人家又是什么 又是抹黑中国 他从小就是那样的生活经历 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出来 就成了抹黑中国了 你没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了 对吧 霸王别姬也抹黑中国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抹黑中国了 活着也抹黑中国了 怎么就那么玻璃心呢 怎么就那么容易啊 这就丑化了 我觉得这些电影都是影史经典 你这些电影就放在国际上啊 到现在平 还是有一个算一个 都能排到前前二百前三百的好片子 就是这些年我们没有这样的片子了 到底为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 心里没点数吗 为什么焦点访谈 现在都不焦点了呢 这个东西还要讨论 我们就喜欢这样的东西 他们都是他们有意的啊 都是操弄你为什么就不能就事论事物 你的电影现在就是不行了 没有好作品 需要好作品 呼唤好作品 我们就拍出一些好作品来 那为什么拍不是好作品来 我们琢磨琢磨 为什么 而不是说是他们故意的 只有抹黑中国的 丑化中国的 他们才给点 是这样吗 贾张科之前说过啊 这个摄政组在北京拍五霾天 立马出来一堆老太太的说 别让他们拍了我们的五霾 你看 你们的雾霾 之前他的那个天注定 在国外上映的时候 也有人提 为什么要拍这种丑化中国的 天注定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 确实里面几个全部都是真实事件 这些真实事件 现在居然全都不能提了 不能提他就没有了嘛 还有一种特别 特别牛啊 我觉得我都要给他竖大拇指的 这个观点啊 他说 你们这些电影里头 反映的这些事情 都是中国的这些小众群体 为什么不关注普罗大众 这些小众群体 甚至只有1%2%的人群 之前那是关注这个盲人的电影啊 推拿啊 拿了奖了也是啊 你为什么要关注盲人 不关注这个普通老虎大众 中国号千万盲人 中国这个人口级数 1%就是1400人 为什么不能关注呢 那电影的 人的正常的情绪 那不就是关怀这些 这个弱小啊 关怀这些 得不到关注的人群 这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价值观 我天天就是这个 大家这个生活很好 又通了多少条地铁 又又又修了多少条高铁 这些东西拍出来啊 这种宏大叙事的东西啊 像什么什么什么狼啊 像什么什么什么地球 这种的确实没有什么理由给讲啊 你们星际穿越也没拿到什么讲 宏大叙事本来在这个欧洲几大电影间就不受关注 他们更关注人啊 就像我之前说三峡好人啊 如果不拍的话 谁去关注三峡好人 就有人说了 三峡好人那才多少人呢 那几百万人啊 他跟这个十几亿人比 他他只过九牛一毛 九牛一毛就不是人了吗 就不能关注了吗 如果这个电影 因为关注九牛一毛的人 合了奖就是抹黑了 就是丑化了吗 我觉得我听吴华克说的是吧 我知道发了这期又要被骂啊 骂就骂吧 我是真的是希望中国的电影好 能出来好作品 人生大事我说很好 但是去年只有一部人生大事 还有一部引入陈嫣看不了了 对吧 是不是这样 谢谢大家